黄先生,我想请问一下,如果投资者参加了这一个投资计划,那对我们投资者有什么保障呢? 对,这个投资计划是一个合法的计划,到目前为止,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了这个可以集资里面的, 我们是第一家,这个投资计划的合法性是受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的承认,那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就监督马来西亚的所有公司在商业上的活动, 我们公司就守住公司委员会的条例,他们所要的资料,还有所需要的报告,我们都很透明化,让公司委员会的审计员来审查,那么他们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是我们给大众的一个信心。 那过去曾经有公司尝试要在营业这一行,找人家投资,那他们都被这个公司注册局检取,原因是因为要找大众投资,就必须受到这个公司委员会的监控。 那我们的公司就不同了,就是说先跟公司注册局说我们要做这个活动,那他们就监控看着我们有没有说法。 那过去以来,过去以来,公司委员会,就是我们的SSM,他们都很努力地在管制做这个马来西亚的公司的活动,那过去一些公司,他们没有守法的公司,这个委员会就检举,甚至调商公司注册。那当然我们这个投资计划, 我们不但要公开给我们的本地的投资者,我们也公开给世界各地的,那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的信誉很重要,它 帮你做一个监督的责任,也帮你做保证的一个责任,那国际的投资者,要来投资我们的营业业的时候,那他们需要当地政府的一个保证,就是说我们的活动被政府所监控。 我们在这边的坚ика面和我们务场交换。 谢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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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 谢谢. 可以。 嗯,不 orph外 infection,那 COB,幽蓅,而是说 causebur者1658 就是这个房�она1989?